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宋志成 我是清平台的研究專員 剛剛提了大家的自我介紹是 稍微我們也了解到來到這裡的人大部分 要不就是對反克剛跟運動也參與 我們看到南的這麼多的高中生 整三人排來到這裡 有很多人是對於香港還有台灣民主化是有興趣的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我們會邀請到這三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雨傘運動跟太陽花的教會 那雨傘運動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當初它為什麼會產生雨傘運動也是當初 香港的學聯還有民主化之潮 他們先開始了罷課的集會 然後最後引發了佔領中環以及雨傘運動 那在台灣就是我們的一群一開始黑道線的學生 衝進了立法院裡面 那所以雨傘運動跟太陽 雨傘跟太陽花的教會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這個香港跟台灣兩地的學生 我們對於這個運動上面的交流 對那再來我們知道現在明天反克剛運動 我們就要去教育部了 對那所以大家其實是非常的關注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今天我們也很希望能夠來 我們提到的這三位他們過去像是他們也是有參與 就是學民思潮當初他就是發動了香港的反國教運動 在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讓我們了解說到底香港當初他們的高中生是怎麼樣去參與 那可以給我們今天我們有什麼樣的 我們可以有什麼這樣經驗的分享還有我們經驗的借鏡 好那我就先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三位講給你 那我從左邊開始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鍾理鍾理謙 Johnny 他是現在就是香港交通生的選擇運動重要組織 學民思潮的秘書組織 那第二位是張秀賢 對 張秀賢他是香港過去就是學民思潮的發言人 也是成立也是發起人之一 那之前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長 對那在香港的學生運動裡面還有定位算是蠻重要的 好那第三位呢是國冠聰他是Nason 對 Rason他呢現在是香港的就是學臉 大家知道專上學學生臉會的秘書長 也是就是很在香港學生運動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今天我們一開始大家來到這邊我想 我們先讓大家就了解一下到底這些人 他們過去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有什麼樣的經驗還有為什麼他們要參與 那我們首先我們就先請 先請冠聰 冠聰你先讓大家就了解一下 就是究竟你為什麼你要去投入就是香港的學生運動 好啊大家好我是羅冠聰 我今年22歲 我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 就大概是要做個簡短的 大家好我是 我再介紹一次我是羅冠聰 然後是22歲 然後現在是學院秘書長 還有一個大三個學生 然後 這比較私人的部分 我本來就以為 過來是要收運動動 其他沒關係 因為 其實 我自己 我相信應該 比在中很多的高中生都要辭去參與社會運動 或是比較留意時事 因為 我是從上一年才真正的開始介入社會運動 或是學生運動 因為我在 我在中學的時候 也是對時事 因為辯論而對時事有了興趣帶 因為 香港不同藝術 例如是學業 所以就沒有去參與 然後到了大學 然後 要了解為什麼 大學 才有一個比較 容易進入的平台去參與社會運動 就要先了解香港的 學運的一個背景 因為香港其實 有 香港的大學 很多都是由政府自住的 然後大學 每個大學都有一個學生會 然後 我知道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香港學生會其實是比較中間的社會運動的力量 還有 學運的力量 還有 很多上 這我們俗稱就是 上莊 就是去參與學生會的朋友 都對 例如說 介入社會運動有報復或是 很多學生會都很具備很高的社會性 所以 這是一個挺好的平台 去讓 當你的學業壓力沒有那麼大 然後進了大學 然後 有機會 你想參與社會運動 去參與這個學生會的事物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 再過去了 應該 學年其實是 學年的 組成就是由 巴索的大學 組成那 現在 那組成就有點改變了 然後 過去是由這些大學的學生會所組成的 所以 它的社會 它的社會性 還有它 參與社會運動的力量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其實 算是比較 有組織 然後比較福利 然後比較有多資金和穩定的 一個制度下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升位 或者是找到一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參與學生運動 然後 我就在 上一年就 加入了學生會 然後就成為了 學年那個 常委吧 然後 常委是類似於幹事 或是類似於 就是 角色部分的人 然後 今年就 當成了 民主長 所以就 每個地方 青年人 或者是大學生 或是高助生 能夠介入社運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 我在這裡 就簡單說一下 香港那邊 學運的狀況 然後 希望接下來討論 就更容易 去讓大家了解 和梳理 謝謝 謝謝 歡迎秀行 各位好 我是 家綜藝 其實 我經常來台灣 就是 正希的 正希的 正希的主張大會 教訓我來 教訓 因為 其實我現在什麼都就是 因為我 學年那邊提 以前也是學運思潮 但是我 後來因為 中小學生會 所以推出了學運思潮 那我從我十四歲開始獲勢 因為我十四歲開始參與 十四個運動的 就是當時就是參加環保全體 就是關注就是 因為香港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除了就是共產黨 另外一個就是地產商 另外一個就是地產商 因為香港就是面對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地產霸權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產業 大部分的體驗 也是 也是地產商 我們購入的 我們很多的財產也是地產商 比如說 余家庄等等 他們 建理 建理 我都建理 建理 香港人的財產 大概是70到80% 70到80% 比如說 我們銷山 我們的 公共的汽車 公共交通 等等 全都是地產商 所以當時我加入了 環保全體 就是關注就是 地產商賺錢的問題 就是 比如說 他們 看我 他們的賣的融化 是不是有問題 比如說 對於整個匯罵 或者是整個 有些 內部的一些裝潢的一些問題 我們都關心 這裡的 整個 重視的問題 後來就是 反高鐵時候 反高鐵層和鈴伊津買 那 Rich�萬臨之後 我 當時候 才 laden bunden điều 因為 反高鐵本身也是看 在訪 環保的一個問題 同時也是軍人 政治問題 因為 我們立法會 在外面 我們很多人 大概 在當時 態度 都是反對 高鐵的 但是地板会里面通过了高写成了 169亿港币的一个钱 就是新建高写 现在高写还没见出来 就说要快要建国 所以现在就是当时 后来就是帮助政治 当时后来也参加了武器工头的宣传等等 在2012年当时王志峰参与了 这就是宣传思潮的 所以宣传思潮后来就邀请其他乌虫的 也是参加社会运动的高中生加入 就是帮助国家的问题 那当时因为香港不是以高中生参与政治 当时来说是一个令人歧视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歧视 比如说同学啊 同学校里就是说 你这么多实践 你不读书去小学运动 我相信应该 现在台湾应该小很多了 但是几年前的话 几年前如果你是关心政治的话 你是其他人可以 让你少儿话一样 就是 你是应对 你是在校园的应对 所以当时候其实在参与社会运动是蛮有压力的 当然压力不是现在的 我们面对的一些政治压力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同伴的压力 后来就是2012年之后 当时 当时 2012年就是 香港相当 改变一点 因为2012年就是 3月就是 两天一 当船了厕所 一下 200人 差达到689票 后来就是到2012年7月 我们随时开始慢慢地盯住我们教育部的部长 就是我们每天也知道他到了什么活动 他到了什么媒体 我们每天随时要每天也见到他 每天也送他礼物 后来他 我们追了他一个星期之后 他叫我们去会谈 但是我们要求是公开会谈 所以我们拉倒整个对话 所以到时候其实我们 因为等一下或者 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集 这个策略的问题 因为在社会运动 当然是策略的问题是重要的 但是后来我 就是在随时 后来就把国家了 我们知道以后是 国家 某行 某个行部就是拉倒 就是他 整个国家课 就是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国民教育的 我们香港还是有国民教育 但是不是用一个 主力从科的一个做法 去退国民教育科 后来我 在学生市场也是推动了一个政改方案 但是后来推出了 因为我推出的就是选学生会 选学生会的经验跟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因为学生会我们要处理的不是社会运动的问题 当然是也是要处理 我们跟学校 学校的关系 我们要 关注就是同学的一些权益的问题 同学的意义的问题 所以 学生会对我 来讲 冲击 跟随 我当时加入神思潮时是差不多了 后来当然 跟罗巴松一起 我也是常委 也是学院的常委 后来也是在雨伞运动里面有一个 当然大家一定有重要的表示吧 所以 这个也可以在后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 如果大家希望可以了解一下高中生 比如说特别是高中生 他高中生面对困难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当时在高中参加什么运动 重犯的压力 可以说家庭的压力等等 其实应该大家也是在这方面 应该比较多的问题 可能晚一点 如果大家再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分享晚一点 其实从修言这样讲 我们大约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 其实在香港的学生 他们在关注的时候 在关注议题的时候 在关注议题的时候 一个是居住 其实在台湾当幕大福安 或者是凡文宁院案 其实也是很像的 那到后来现在 台湾已经发展到对教育的关注了 对那 接下来我们再来 欢迎就是 再来再请就是 Johnny 来谈谈就是你们 学名思潮的 大家好我是崇理先生 我今年是21岁 然后在主业会 所以是一个大山的学生 其实我会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 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一个性格 还有一个成长的背景影响的 就是我 为什么你们听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很耳心 但是这就是我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 就是我从小的时候 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经常被老师 就是冤枉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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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的国语不太老 不许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你可以用一些非常不合理的理由 去骂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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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我 还有去罚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然后我也会问一下 自己问自己有一些 学术的规定 其实也是很 没有道理的 就是就像 罚禁一样 就是为什么男生的头发不能 把它流传 一定要长得短的一样 就是 因为我觉得流传的头发 是很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学生应该要流传头发 就是 就是 从一些非常个人的事情开始了 就是 我觉得 当你 自己感受到 受到 受到一些 无理的对待的时候 你 你也 必须要 会有同样 会有别人 当别人受到一些 不合理的对待 你也必须要站出来 因为 我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时候 就是 没有人 会有去发声 发声音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当这个教师 还有就是我的 信仰的背景 我是一个基督徒 就是像 就是圣经一样 耶稣其实也是一个很 很关注社会的人 他会 帮助一些穷人 他会 去见一些 被 社会排斥的人 像一些 生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麻烦的病人 这也是影响过很大 所以 我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 其实在大约09年 或者是08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有一些高中生 他们组织的一个组织 就是 就是 香港当你完成中午之后 当时需要 它又更开始 但是 如果你觉得 那个 那个 试卷是不合理的话 你需要 给 很 贵的费用 需要符合 这个考试卷 就是 从这样开始 他们反对着高的费用 然后 这个主机 就是有一些小的有些 然后就不得导致 所以我一直都想找一些 关注社会的年轻的团体 但是我 我也不想 加入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党的青年支部 因为就是 其实那些支部就是青年人做主 你 这是青年人的一个旗子 所以就是 直到 学名思潮的出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他们非常的棒啊 也有 自己的学生 也有自己 自己的影响力 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的依恋跟我 非常相亲 都是 会到 一些 不公益的事情 去发声音 然后 但是 其实我是 2012年 加入 学名思潮的 但是 在房 我知道的时候是 大家都 大家都记得是 9 9月 就是在 9月 我就参加了一个 AF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一个 学生加入的 一个主席 我就到了 德国 交流 4个月 10 10 10个月 而我见到 德国的年轻们 虽然他们 没有 还有 我的身边的朋友 没有什么 很 积极 这个 参与这个 社会运动 或者是学生运动 但是我看到他们 对社会有一个 认识 还有 他们觉得 投票是必须要的 他们 闪掉这个 民主的社会 还有 我的 主席 他们 也告诉了我很多 关于 以前 关于 Hitler的一些事情 还有 就是 DDR5的事情 让我知道 明白到 一个 民主 社会的重要性 然后 我回到 香港的时候 我就 参与 水面 思潮 参与得更多 我愿意 占得比较浅 但这可能 可能 在电视上 或者是网络上 比较 比较 想见到我 因为我 我不是发言人 就是 我 我说话不是太好 我的 可能我的思维 不是太好 没有非常好的论述 所以我就是做一些 比较 食物生的工作 可能是 可能是 管理一些 物质 还有就是 因为我的家庭 背景 就是他们 愿意让我 做得更钱 就是 成人思潮 他们有很多同学 受到家庭的压力 他们的父母 都是反对 反对他们 参与社会运动 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 当我可以愿意复苏的 跟着过的时候 我就站出来 所以我 会 比较主动 会参与一些 比较 前线的工作 就是 或者是 跟警方 有一些比较 激烈的 肢体上的 衝撞 我都会在场 因为 就是我在 全市场里面 就是像一个 行动派 一样 我会主张 以一些 集 集 一切的行动 去改 改变 对 从刚刚他们谈的 其实我们稍微 我们对于香港 学生在参与移动的时候 他们 不管是受到 家庭压力 还是外在 同侪之间的 面对状况 我们稍微有一个了解的 那在这边 首先我想问 冠冲 对 那究竟 香港整体来说 你们的舆论 你们是怎么来看待 学生来参与 学生移动 这件事情呢 那因为 喂 哈啰 哈啰 谢谢这种问题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 因为 呃 其实香港 那个 context的脉络 跟台湾很不一样 因为香港 呃 香港 有一阵的风气 是很晚很晚的 是时候才开始 它的政治的气氛 是在进几年的时候才开始 然后 它社会运动 可能要 呃 到03 04年那时候 才可 才开始有一些些 社会运动 因为 其实香港过去 呃 呃 受到一个前途问题的影响 所以 也 也受到了八九六四图层 那个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香港其实在 呃 00年初 以前 就90年代到 00年初 他都 他的社会运动 或是他的遗政 系统 都是很低落的 然后 呃 没有什么栖系的 然后大家都很 就是 呃 没有 自己当初来那种概念 然后 都很多是委托 一些大理事啊 或者是一些语言 希望帮他们 申请看 所有的东西 然后在 呃 00年初 开始有天心码头 那是 那些抗争 呃 才开始慢慢的 有 呃 那种社会运动出现 然后 如果你要说 再大型的社会运动 可能 要 从一年初 跳到去八十年代 或者七十年代 那时候 呃 有一些 呃 呃 那开始蓬勃 然后 呃 呃 为什么 大家会对学生 或者是 呃 对 年轻人 他们的一些 或是政治上路线 或是 一些社会运动 都有很大的 期望 就是因为 其实大家过去 都 呃 很多人都觉得过去 香港民主派 呃 他们用那种 呃 很温和 他们用 用那种 呃 一直对中国报 希望 有一个开放中国 这叫 Modernization Theory 就是 你经济强大了 经济强大了 你的政治 也会随着你的经济而开放 然后 他们就 在这个方向下去 思考 中港问题 就一直觉得 啊 你跟他现在 就 呃 可以先谈着 他未来可以更开放 但 其实呃 随着 香港在97年 呃 就是主权移交到到现在 其实经过大概 30年的一个 民主争取 我们都发现 其实很多人 都觉得 这个开放中国的 想像是 不太存在的 他一直都是 呃 大经济起来的 然后他 他 会更加 集权 然后他 他的政治也会 变得比较开放 所以 呃 大家对于 像对于中国那种 思考有个放肆的转移 就是有一个 开放中国 然后转移到一个 永远的天朝中国 然后大家就 就觉得 老派的那种 我们所谓 民主回归 就是 我们回归到中国 然后 我们就会有民主 那种论书 已经死亡了 已经盖灌论了 所以他们很 很期望 有一个新生代 或是一些 呃 以往没有在 那种 呃 就是民主回归 那种论书当中 争取的一些 政治人物或是学生 出来 给这社会 有一些 呃 冲击 然后在今年一些 社会议题也 吵得好热 比如说是高铁 或者是 呃 大家也知道 国教 所以呃 所以新生代那种 一样就慢慢的 呃 凝聚起来 然后社会 对于一些 新生代的政治 有一种 渴望 或者一些 觉得呃 要抛弃的旧的东西 也必须要新的东西 冒起来 所以 学生运动再近几年 受到香港社会 那么多的注目 是因为有很大的 背景因素 也不是因为就是 啊 我们这几年 学校特别棒啊 或者是什么 其实那就 我觉得所有东西 就是记忆了 或者是历史的偶然 所以就是说 呃 在这背景之下 呃 其实 晕亮到这么大的 一个运动 你可以说 是某些组织的功劳 但也不能 忽略就是 整个香港过去的历史 对于 新生代政治那种 很很很热烈的 喝酒 然后 对学生那种 纯洁那种追求 因为是 也是 也坚持到那一种东西 我不可能说太多 在补充 就是 香港很崇尚 中场戒指 就是他们觉得 啊 专业很好啊 就是学生一人纯洁啊 我们要保护学生啊 我们要 呃 让学生 就是学生做什么 都是好的啦 就是这种 中场戒指 他们对于 呃 呃 学生 那种形象很正面 所以 这也有一个 呃 很强的 加持在里面 呃 所以呃 近年 全运动 好像 目前很快 是有这么多的背景因素 谢谢 我们差不多了解 其实 听起来 其实香港跟台湾 在这某些地方 可能我们的内台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也是很相似的 就是台湾过去 从也百合世代 一直跳到现在 也从美世代到 海洋化世代 这样的中间 其实也曾经有过 一样的断层 对那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 问一下 就是说 到底当初 在这样的香港 开始近期的学生运动里面 嗯 学名思潮 他是非常 其实算是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当初 在这样 在怎么样的环境下 你们 你们成立 那你们当初成立的时候 你们成立 遇到什么样的阻挠 那你们的策略上 你们又怎么样 去做突破呢 那 那 其实 要我讲 学名思潮 学名思潮 但是 学名思潮 也可以 都没有了 别的 那 那时候 那 其实 因为 本身学生运动 就是 其实 刚开始的时候 就说 学名思潮 是1958年 是成立的 那 那时候 他比较幸福一点 到80年代 共产党才跟学名思潮 他自己开始不好 所以 到 所以 学名思潮 只是 跟前人一样 其实 也是 就是 因为学生运动 在香港的历史 也是比较 直接 行动为主 我们在80年代 70年代 到80年代 就算是 绑掉 到80年代 就是 真水民主 就是说 我们六四的时候 我们有学生 比如说 我中大学生会 有20多个人 真的去了北京 真的 到 6月4号 然后才 中大学生会 也是在 保护民运的人士 方面 也是很大的工作 比如说 我们 财营等等 也是进步了 中大学生会的 保护财 人在香港里 所以 他财营等等 也是在 我们 学生会的 大楼里面 融合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 我们其实 也是在 前 人 里面 也是有一些 急切行动 但是 这些 急切行动 你不想 现在 这么精彩 我现在 比如说 我2012年 就是 2月 当时 王世东 找我 加入学生会 当时 反国家 反国家 整个事情是 2011年 开始了 2011年 8月 就是基生员了 整个三个月到四个月 其实 国家是没有新闻的 所以 当时 大家蛮焦急 怎样去推动 重新 反正 一起 推动 所以 其实 当时 上月 杨新亿 上台是我们 一个好机会 因为当时 杨新亿 就是有 权势 有一些政治入路 其中 国民教育 就是它 最重要的一个 入路之一 所以 国民教育 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它整个一体去炒业 所以 到时候 随便思潮的时候 开始有更多的学生加入 我们 当然了 其实是当中有一些 Facebook 送给我们的旗子 因为 比如说 文字洞本身 其实是 在社会里面 不是太治理 因为 我们随便思潮 其实到时候 没有人认识我们 我们只是 一般高中生 他们对于高中生的想象 也是 你们 读书吧 因为香港人也是 蛮 中产 中产 当然是好 因为他们会把务随身 另外一方面 中产也是叫你们 快去读书吧 政治的事情 应该要 教给大人来做 所以 当时 香港人也是有一个 这个 传业的一个 概念 虽然到现在 好像好一点 其实这个概念 也是很存在 因为每年也是 说 有什么 学生可以拿到 藏员 比如说 学医师朝 每到 公开是 公布神职的时候 计程的时候 就会找他们 说 神职如何 所以 反复 科学的同学 要注意 你了 这个 因为当时候 7月 就是 杨静上台 杨静上台之后 教育部 我们叫教育局的局长 就是 也是 杨静比较 友好的人 新共人士 所以我们就 每天也追求他 每天也追求他 因为当时候 国民教育客 不是 不是 在整个社会去讨论 一个重要的议题 整个社会的讨论 当时候也是 关注 杨静上台 杨静上台 之后 我通常 杨静一 账得比较好一点 他比较账成一个 比较关系基层 比较关系一些 不公平的问题 相比 另外一个 第一个候选者 有了 有可能 地带商支持 所以杨静一 就可以拿到一些同行 在香港人里面拿到同行 但是 我们当然知道 杨静一如果 上台之后 其实比 韩英年 还要差一点 因為楊敬毅是更加願意去推動一些政治入幕 來得到他可以辦到他當作廁所的位置的人了 所以當時候我們就是把整個都辦在中途 我們每天也在找官員 甚至我們7月2號 當時候楊敬毅到我們家附近去辦一個任壇 我們只有10個學生 當時他們辦任壇辦到一個半小時 當時主持人是儒文法 儒文法就是我們香港重達28比8的一個關鍵人物 那時候他控制不了場面 所以他要講整個的任壇 他把整個任壇去結束 所以我們選擇至少當時被人認為是很激進的 因為你不讓廁所說話 你們很激進啊 你們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不讓成為說話 當時很多人是罵我們的 但是我們堅持繼續去找一些教育 要求公開見面 因為如果我們去折受了一些被秘密的見面的話 我們整個團體的公信就會沒了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學生團體 我們不是要我們去妥協嗎 我們學生團體本身也是比較 第一比較單純一點 我們跟我們特意跟政黨的關係 因為當時 年月就是立法會選舉 17月就是反國交開始 9月就是立法會選舉 所以我們可以跟政黨的聯繫比較小一點 我們同時就是 開始 然後公眾的支持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選擇市場當時有幾個 我們有不同的分購 有些人負責就是 辦這個選擇品 所以你看到選擇市場到現在 圖片也是比較漂亮一點 另外就是 我們也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是拍照片 拍影片 就是換到我們當時的配偶會 我們另外就是有些人去做一些 比如說 高登是我們 香港最重要的一個所討論區之一 所以我們有一些人去 負責去高登去 發協 發協式 去加入去參加遊戲等等 我們另外就是有一些 捐責去 用配偶 因為配偶是我們也是一個比較 主流的一個宣傳用具 因為主流媒體本身 是不會願意去報到你的 因為香港的媒體 大多數也是信用媒體 他們把整個 焦點放在 你怎麼樣去暴力呀 你怎麼樣去激進呀 他們就是要 他們就是要 自製畫面 畫面 給全 我可以說 因為我們大量的同學就是 負責就是 在不同地區辦這個宣傳站 因為譬如說 我們在7月中 7月中的時候 我們就是 辦了很多的宣傳站 我們一個星期 大概 大概在香港 裡面擺了 差不多100個 那個 我們每個宣傳站 當時的選民司 還要有 有 有 他說 養 一個人要我 跟百多 這個 幹活生 因為 那時候我們也是 有教授成員 但是我們 當時 那時候是人事部 是負責 都是我 因為人事都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所以 管一整個 趕起了 加入的 因為 我們太怕聖奉嘛 因為我們是最早 其實不是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其實實際不是太強 政治人 政治人對手 是在北京嘛 譬如說 台湾的 你政治人對手 也不是台灣政府 你政治人對手 其實是在 對阿南 所以 其實 我們在整個運動裡面 當然 我們爭取的是 香港大眾數人的支持 所以我們 把我們的形象 好像一番 乖乖的 孩子 在說 你們退什麼 國民家裡 我們不想要 我們不想要 死掉 所以這個是 我們所認 在當時 實習是蠻成功的 因為有一些家長 就是 國民的家長府 去加入整個 反國家的團結 他們的家長組 也是在媒體裡面 所以 你看後來 為什麼 大部分的 香港媒體 也是倒向了 反國家的團結 就是 本身也是 但是 天下長組 也是有一定的 影響力 另外就是 教協 教協 就是全 香港最大的工會 因為他是 教育於 功德者的 工會 他全的 會員也是在 學校裡面工作啊 大學裡面工作啊 等等 所以我們三個團體 跟其他 不同的 HTO 去合作 所以 後來 我們 總之 我們 找成了一個 叫 反國家大名 就是 不同的 sickholders 一起 加入整 這個 行業 就是 後來 我們為什麼 有建立一個 團員 因為我們認為 就是 直接行動 比較好一點 因為 我們 大不了 這個組 所以我們 就是 沒有跟 家長府 跟 法國家大名 跟你說 我們 有20 應該有20人 20人 在8月底 送進去 政府總部裡面的公民館 後來 當時叫公民館館 當時是 政府總部其中一個 筒券場 跟 付入入口 所以我們當時 建立之後 就是 我們除了 絕食 所以有很多人 慢慢地來 經營 在我們 建立的時間 大概最多的時候 我們有 時尚的人 來 參加 所以後來 國家推倒了 因為 實際上 因為 在整個 我們香港的 教育 進入 其實 學生不是太重要了 你們在台灣 台灣也知道 其實學生在整個 教育 發展裡面 其實沒有 角色的 他問 他問 課綱 他問國家 其實他不會問學生 他只是問 老師 只是問家長 如果家長 不可以 他們也 沒辦法推入 特別是在香港裡面 家長在整個 教育制度裡面 實際是最有影響力的 因為香港 很雄想 這個 史長 不是 沒有 國家的學校 收生做得好一點 後來 就是說 有國家的學校 收生差一點 因為香港 對 學校的 因為學校的 受生 不好的話 他們 很大機會 要解除 所以 就是有這個 史才壓力 學校也要面對 另外就是 大師嘛 因為當時候我們 在 我們整個 當時候我們最後幾天時期跟 不同的大學教授裡面 討論 我們在中小 學裡面發課 當時候只是談的 計劃的 這段 後來 他在舉例西方說 啊 我們 比如退後的 國民教育員 國民教育員 這一個教育 學上去 所以整個 國民教育科後來 沒有這些 這個計劃 所以 我們 啊 反國教 定我們就是 最影響最多的是 你要 認清你的對手 你要知道你 整個記錄裡面 誰是 才是大哥 如果你 老老的掌握這個大哥的話 你可能 得到 成功機會 比較多 而且 特別是 在整個教育制度裡面 我們學生其實沒有 化有權 我們 整個學生 裡面 譬如說 我們要爭取一個民主的 制度 其實才可以把整個 課程的問題啊 特別是 這 藝術課 國教等等 這是 比較政治敏感的 一些 科目 我們要 檢查 我們只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只有學生在參與 所有不同的人去參與 我們才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是 當時候 對我的一個情報 所以 也是 如果你們 在我所有的問題 也非常 專門來 好 好 謝謝 就是不要硬撐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提到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就是秀琴提到的這個宣秘思潮 他這樣子一路 先在反國教運動裡面 然後他好不容易就是 就是他獲得了成功 那 先問一下 各位 大家知道反國教運動是什麼 就去一下什麼 不知道了 先了解一下 大家差不多知道了 好 那 那我現在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 我們想了解一下 到底學民思潮 他在反國教運動之後 我們看到他造成這樣成功 可是他又怎麼樣後缺 他繼續的維持下去 尤其是當大家都知道這樣的詞的時候 我想一定會遇到很多的攻擊 然後很多的壓力 這個壓力 攻擊可能是從外面而來的 當然大家 剛剛就有講了 敵人最大的就是中 那是中國 北京當局 那壓力可能是從家庭裡面 可能想要在教育這件事情上面 家長 網網 是在香港還是台灣 都是擁有最多話語權的 那他們 你們是怎麼樣 去面對這樣的壓力 然後你們又怎麼樣 繼續的去調整你們 學民思潮 你們接下來的步調 然後走到現在的問題 其實學民思潮在反國教之後 其實是經歷過一個低潮的 因為學民思潮當初成立的時候 是說這只是一個單義議題的主席 就是說我是反國教的 就反國教我沒有說 要什麼幫助基層 或者是要什麼工藝 或者是要一個民主的選舉 所以在反國教以後 經歷的一個低潮就是 學民思潮討論 就是它是結束學民思潮 還是繼續保留這個遺浪 因為香港就是 幾乎是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 那麼強大 那麼突然解到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中學生的民意 所以最後 最後我們就決定要繼續走下去 當然當中有小部分的同學 覺得我叫學民思潮 是單純的會了反國教 後來有一些同學 他就是 退出了學民思潮 但是大部分人都願意 呃留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 繼續 呃 向前走 呃 我們為什麼 在反國教運動之後 會定 呃 民主選舉 是我們下一個目標了 因為 其實反國教不是一個 單純的教育 的一個問題 它其實是 背後是 呃 關聯到一個 呃 政治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香港政府不是一個 呃 透過選 透過補選 選出來的政府 他 不需要 向他們 呃 七八 七百 萬 香港人 呃 負責任 所以就是我們 認為就是 香港的問題 就是 規格於 沒有民主的選舉 呃 政治的事情 事情 是非常的 髒 呃 中學生 不應該去 呃 不應該去 呃 呃 干擾他 或者是 呃 接續他 所以啊 我們有不少的同學 他們的家庭 都可以說 呃 給一些壓力給他們 甚至有一些 呃 他們的家人 是 是一個 啊 就是 親北京的人 就是他們認為 啊 其實什麼民主 是不重要的 不 不重要的 只要我 我可以吃 我可以睡 我可以去 就可以 其實這是關 關於 呃以前 九十年之前的 港英政府 他 他因為不想 你們啊 一些 香港人 一些 華人會 呃 什麼干擾我們 英國文字們 啃治你們 所以他們會 就是 有一個 有很多的一些 呃 就是 呃 福利的政策 就是 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 呃 港都就是 叫做 呃 尼靠 就是他有很多的 呃 一些 福利 就是 然後 就是 香港是一個 第一度整合 呃 第一度整合 第一度整合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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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就是 令到這些香港人 會 啊 繼續賺錢 你可以吃就可以 做 這個就是我們 香港不 不只是啊 學生運動 而是整個 呃 社會運動 呃面對的一個 困難 那 我們知道就是後來 學民 學民思潮跟還有學廉 在後來 今年的 從去年開始吧 就是他們 在七月的時候 他們發動的就是 在你都看了一遍 然後到後來 甚至他們發 到了差不多十月的時候 哈東的 尤其 就是 罷克的集會 然後 到九月的時候 然後 引發了 戰衆命 最後引發了 戰衆命動 那我們想了解說 到底 到底你們 你們這兩個團體 當初你們在做這樣的 這樣的策略的時候 你們就有意要引導香港 產生戰衆命動嗎 那你們為什麼會 這樣去思考 呃 要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必須要知道 其實漁場是一個很 就是很意外 還有沒有人 真的會預料到的一個 運動 因為它是 呃 柔和了很多 政府很蠢的一些 錯誤的決定 而且很偶然 已經出水出來 所以 真正的 假如這 這研討是說 學生運動的話 那個 那條性應該跨戰罷克 因為 罷克應該就是 學生運動 最後的一個階段 然後 進入雨傘 就是一個 全民運動 呃 要了解到 罷克為什麼會出來 我們 可以有三方面去了解 但我先說 罷克那天 我們 達到什麼東西 然後 其實罷克就是在 9 9月22號到 9月26號 五天的罷克 然後就是 五天 大學生罷克 然後 學民思潮 在9月26號 發起了 中學生罷克 這也是很正常 因為中學生罷克的成果比較大 然後 這罷克 在第一天 我們在中文大學 集合 然後 大概有一萬 一萬三千多的學生 然後 大家必須到 其實香港所有的大學生 也只有八萬多 所以 這是一個 已經佔了很大 比數的一個 已經佔了很大 比例的學生 那 為什麼 這罷克可以 去到那麼大的規模 或者是 這麼多的支持 然後 其實也有一百多的 教授 願意在 未來五天 在正所外面的一個 廣場 開辦一些工藝講堂 然後 就是 讓八百學生 也有課可以進來 就是 這也 包含了很多 背景音書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知道 就是 在2013 2014年 就是 香港正改 正改年 什麼是正改的 正改就是政治改革 因為香港現在 採取的一個政治制度 還是很封閉的 然後 我們不能宣文中 不是總統 然後 我們的立法會是 被廢了一半功夫 因為就是一半是 直選 就是一人一跳 然後一半是 公共團體 還有三次 公共團體 就是選一級很少 然後中共的中票 東西 所以 基本上立法會 我們沒有一個主動 可以 有影響力的立法 可以出現 我們 立法會 最大的公用就是 保存一些 關鍵少數去否決一些 很逆而難堪的 法案 所以 基本上 香港的市民 在政治上 沒有主動權 然後在行政 和立法 有民意手 選出來的人 那個 能力也很少 所以在政治改革上面 其實 過去 就97年到現在 其實 大家都 十分 就是 熱烈的要求 要求一個 比較公民 還有公開的一個 政治制度 所以 假如要看巴克或是 一系列的政治運動 必須要放在 這個 政改的一個 層面去看 因為 713和140是 正在推動的政治改革 然後政府也開始做 政改的資訊 這是第一大的 一個背景因素 然後第二大的背景因素 就是 就是戰利中環的一個 一個提倡 因為戰利中環 我沒有記錯的 就是 2013年 就是聯書 由戰中三子 就是戴耀廷 然後 石建民還有 朱牧 他們去提倡的 那 戰利中環 他提出來 他提出來 好像是 震撼蛋一樣 因為 大家 他把 公民抗命的 概念 引進到 白星的家門內 因為其實 在過去 很多人 像我說一樣 政治或是 抗爭這些東西 對香港來說 很遙遠 很難想像 那這跟台灣 很不一樣 因為台灣在 上世紀 中期 已經有很多 就是 本土運動 一些 抗爭出現 然後也很 慘烈的 過去 然後香港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所以 大家對於政治或是 看這其實是很 是很 抗拒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想像 然後 然後 像我說的 就是香港 崇尚中場見識 你一看 就是戴耀廷是大學教授 陳建民是大學教授 然後朱牧是一個牧師 一個德高望重牧師 他們完全符合香港對中場價值的信念 所以這些東西 柔和起來 使他們 對 他們的論述 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 進入 大家的視野內 也 讓大家對公民開明有一個 基本了解 就是 讓大家對 熱後的探證 有一個準備 然後他也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 他其實某程度上 就平息那種 一直聊一直聊 然後 帶中國開放 那種想像 因為他 這很明顯的是一種 博弈 就是在他提出的事 他提出 那個開始的粗衷是指 你要不給我 真補選 我要不去佔你中華 就是一個 博弈的狀態 所以跟以往 跟中共 是一種很 很 就比較多 或是 我們所說 又性又識 就是說 一遍 就好像是很激烈的 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 自己下跟你自己 有溝通這些東西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 在你中華也是一個 給了學生運動 很多養分的一個 背景因素 因為他提供了論述的基礎 他提供了 例如是 公民抗米 大家都更加認識 大家對於抗爭的 請準備提告 然後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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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鋪牌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阿里山很多人 或是巴克很多人 但其實 整個學界 在 大家算是學界 在過去兩年前 做了很多普遍的工作 在2013年 年會到2040年頭 我們搞了一些 學生的公投 香港有公投法 但是 每間 學生會 有他的公投法 然後公投法 跟大家認識的東西一樣 就是 學生去不可投票 然後 以一個重要議題的立場 那我們那時候 以理念立場 就是 政治改革 我們要求 公民提名 還有一個 全面直選的 提委會 就是立法會 所以 這讓我們 未來的工作 有一個授權 其實是一個 教育群眾 還有一些 扶持群眾的一個 方式 所以這是我們 政治改革鋪墊 第一步了 然後到後來 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跟 隨便石頭提出的 隨便方案 就是一個 對於未來 政治改革 我們提出一個 具體方案 然後 您去討論 然後 在後來 其實 民間辦了一個 公投 就正如剛才所說的 香港的公投法 但 民間有 一些 我們用一些 software 就是 手機的app 還有 一些介紹 去讓 您做一個 電子公投 然後 讓 群眾再次 授權 就看到群眾 對於未來 政治改革 是抱持什麼 方向 然後 然後 我們 學界方 就是 學人跟 懸疑市場 就在這個 公投當中 也是很盡力的去 擺街站 或是去 去找群眾 然後 這件事情 反映在2014年 65月中 在這個 時間 我們又再一次 就 建立了我們的 民生 建立了我們 一些群眾的基礎 然後 其實那時候 也有一個因素 讓大家很憤怒 也 為了這個社會 你這次 你其實是 中共政府 出了一個 白服務 就是說 英國兩制 白服務 就是說香港只有 正義權利 所有權利 是由中共所掌控的 然後 香港政府 享有所有權利 是不存在的 是香港的恩賜給大家 然後這個 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是一個 就 也惹了 很多香港人 所以 這也是一個背景 然後 第三次 比較大的類似 就是 我們搞 七一 七一 是香港 有型 最大的遊行 每天最大的遊行 基本上在七一 然後 也是香港的一種傳統 然後 七一學年 就是 正式 展示了一種公民 看民之態 就是我們 在 我們 在過去 戰中三子 他們 把多多數 跑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正的實現了一遍 就是我們 我們在 那有些重點 然後 站裡 拿到馬路 八小時 然後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意思 因為 當這事情 做出來 原來是可行的 原來 也可以保持到 像 戰中三子說 什麼和平啊 或是 有自居的一種公民 他們一種 對於政權 不屈服 或是 承擔所責任 從有所 道德 號召的能量 那種 想像 正在香港 實現出來 這也是一個 十分重要的 對於我們未來 推動的學生運動 一些正改上的行動 也有一些很正面的 傾向建立起來 然後 最後就是 霸課 因為霸課的時候 我們 學員很注重 就是一個有向的三子組織 所以 我們 學生在每個 學校也 就 藉由 學生會幹施的一些 幹施了 他們 組織的一些 八戶委員會 然後 八戶委員會裡面 受決定都是 大家 有新學期搞的 同學期 移決出來的 也不是我們 直接加迷你 而是 大家真的 把他們 想說的東西 或是 他們會來想像 八戶怎麼做 比如做一個 移決 或是做一個 商議事的決定 所以這些東西 真的 為後來的八戶 其實建議很多東西 然後我想 大概 如果沒有過兩年的 累積還有過兩年的 一些公布 那 那次八戶 肯定不會搞得 相對那麼 甚至浩大 甚至 見解的 促成的 羽生運動的誕生 所以呢 所以 假如說 學期運動在過去 兩年 大概是這三個 很重要的因素 引發到 他 就大家 看見那個高度 然後我 我希望這些東西 可以讓台灣的朋友 可以做參考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我實話不太清楚 就是 是台灣現在 可能是 反客跟朋友的 那些 狀況 但我覺得 就 有 有 認識的鋪墊 還有 之前還有一些 很長期的累積 是很重要的 在過去 驗證的 這也是 推動 一個學習運動 甚至 社會運動 又很重要的基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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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香港學生 能夠在香港 有這麼大的影響 利益 很重要的是 他能夠 抓住就是人家的分數 變成自己的 變成自己行動的力量 再來就是 他們可以抓住機會 當外面發生變動的時候 他們可以抓住機會 然後實行 正確的策略 還有一件事情想說 就是 那7月2號 就是 七一遊行 以後那天 我們做 那我們 不會說是 我們 自己不會說出 一眼戰衆 我們是說 留守真打道 因為我們 友誼跟戰衆其實有間距離 因為我們覺得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一直 有意的去 去 你可以說是 逼迫戰衆加快的步伐 因為我們覺得 他的步伐太慢了 然後他不能很快的 有效的 就是 應對中間政府 也許會調戲 還有 所以我們就 過去兩年 很有意思的 加速戰衆的步伐 然後其實那次呢 留守真打道是 其實全世界都 不看好的 是說人都反對的 所有接觸到的一些 政治人物 甚至是一些 媒體的告知 跟他們聊天 就一個 跟他們聊天 或是 問他們的意見 甚至是一些社運圈的傳球 全部都是不支持的 因為他們覺得 可能會 就是搞垮 站中的形象 或是 有其他風險在 然後我們還是 決定去做 然後這個 這 其實一個很好 很好 反對就是說 有時候 學生 他們 站的 他們站的地方 跟別人 看的東西 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他們 不一樣 他們能夠有 看的不一樣的一個條件 是因為他們 就是學生 所以 我不能說 這是很任性 或者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呃 不知道 就是社會 其實可能在某個時代 社會都會 賦予學生 一定的東西 然後 你 假扮跟寶寶 那個視覺 視角 然後你可以說 你覺得正確的事情 其實 你可以 像 全世界說 驗證到底是對的 然後其實在七二之後 是 呃 就是在取民主的陣型來說 其實 所有人都 呃 很正面對那樣的行動 就是 大家 呃 未來遇到這些狀況 就是 看見很多政界的朋友 就 跟你說 不要說那樣 不要說那樣 就 參考就好了 學生 有他特殊的地方 在社會上 好 但是 我 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完以後 就把時間 可以交給大家 可以來提問 對 那 剛剛 冠同有提到 其實在 戰鬥七二之後 學生其實被視為 比較激進的 可是 更有趣 戰鬥 運動發生之後 學生 卻在這裡面呢 受到很多攻擊 所以學生 學生 是懷弱的 學生 是 是 持足不前的 那面對這樣的轉變 對 就交接隊 你們是當時 當時你們是怎麼去面對 然後去考證你們的策略 錯一錯 因為當時候 有一些人 就是要升級 因為 要 你們這樣 不下去 不是辦法 你們要升級 你們要衝進去 當時 我們 在考慮 當然是 我們 作為一個團體 我們不能不把 就是 香港人的 安全 比如說 其他人的安全 放在 一邊吧 對 我們 做一個孤單人的傳奇 我們有自己的能力 所以 運動的 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也不會 騙人說 一些 很 一些 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情 要人衝 衝進去 或者是 你不會陪人去 幫你付出 但是 你自己就跑掉 跑掉了 我們 不是這樣子的傳奇 所以 如果 是我們 是 做一個決定 不是說 升級啊 不是說 衝進去啊 還是什麼樣 我們也是 都在最後一分多 才走 因為 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的 考慮也是最重要的 我們對我們 當時 死裂 頭 的時候 其實是 蠻緊張的 因為 這位是 大家也是在看 9月28號 如果大家有 看電視的話 會覺得 為什麼香港會這樣子 缺濫 87 87 可 缺濫 這是 因為 當時候就是 有一些 本身運動 我們 5月25號 衝進去 公民館長 9月27號 當時候就是 我們在 政府 總部 外面的街道 去佔領 我們 本身市場 哎 一定 一定 不可以 到 9月28號 我們應該看不到 9月28號 的 情況 因為 當時候其實 警察是 馬路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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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原來 經過了 拿 兩個晚上 我們才知道 香港人 原來是在 融入的 因為 你知道 香港人 一直 一直 來 也是 風行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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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憑 李勝 《非》 《非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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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妙法》也不能說完 還可以 說 《非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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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因为我们在2037有行,到新大有些什么 其实也是没有这么大的这样的领域 这领域动以前也是有的,但是很小的人的倦力 因为只是有一些很激进的政党,比如说在香港 就是圣民园啊,人民力量啊,乔包啊 乔包就是圣民园主席啊,你们应该很熟 如果你们就关注香港的问题啊 所以,在你来说,比如说7月2号只有511个人去留下来 这个数字也是应该是这些年来最多的一次了 所以在你来说,其他人其实特别是主流的 不是太支持的,确实是 因为他们觉得是蛮大的风险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9月28号,我们听到了就是 如果有一些威胁,我们要他们一看 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务做法 当然我们在最后也是说,我们会留下来 回到最后一刻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另外就是,9月28号过去了,很多市民也是出来了 这里有三个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预期不了就是,这么多香港人可以支持的 是不是就香港人啊,催泪党啊,债主就这样去啊 因为这是蛮厉害,我觉得就是,因为香港人在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职业嘛 其中也是,他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子上街 另外就是,9月28号过去了,我们另外一个关火就是10月3号 因为10月1号就是国庆嘛,就是中共国庆 10月2号也是假期就是重年节 所以10月3号就是,经过了假期以后,它都会不会心肠 所以当时我们要决定是不是升级了 但是我们后来决定就是,为什么决定对话呢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在运动里面有进有退 我们不能就是说,我们与他们只是进去升级 不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正在一起上 我们要得到的目标,本身也是用不同的策略 所以我们不会反对别人去升级了 但是他们要提出他们的理据 但是也是要提出一些信息去说他们要升级的理由 另外就是,所以后来有购物了,购物就是他们有机灾 啊,九龙方面有机,所以我们又反对了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很,这个是很重要的策略 也是可能成功的策略 但是也没有违法一些,啊,事实啊,或者是人类 所以,啊,后来我们当然到10月中 10月中就是有,有些松阻加领,有些人把他加领另外一条 但是我们也有资源,我们也有给他们一些支持了 啊,后来11月30,11月30日,我们觉得应该,因为八角的新的厂 我们觉得只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去升级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升级了,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赏罚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有进有退 当然了,如果你说雨伞运动失败 当然表面上是一个失败 但是你最后你的成果就是 因为你香港有理营的地方,你做直接行动理营的地方慢慢开始了 就是慢慢发现出一个直接行动的一个规律,办事经验 所以慢慢的,香港人慢慢的选择会支持体制行动 只是一个,我觉得去年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分析力 因为如果没有降临的话,我们永远,对于直接行动 我们永远也是,可能帮助一些事情 他就是受谈拒绝的,他出去面对 或者是我们不支持,我们大多数的市民也是无限的跟着政府的说 政府的说,就是降临会让香港人缺很多钱 就又不是说,如果你降临,10个小时就会迟到深圳了 我相信一个月应该迟到去北京了 因为他说,如果我们这里中华的话 10个小时就会,他们放整个香港的高校风 应该,应该10天左右应该迟到北京了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没有人相信 因为确实是很多人相信的 如果是降临的话,经过自己的经验 我相信香港人慢慢接受了这个直接行动 开始慢慢接受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新一波的社会运动 因为政党到现在是差不多应该要 我们要等下一次政党也是几年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为止,政党也是在看这三年的选举 今年年底就是去委会选举 明年有三个选举 应该三月左右就是有一个立法会的股选 越有以为持续他的职务 九月就是另外一个立法会的选举 十二月就是车手全委的选举 今年一年三月就是车手全委 所以很多政党也在看 就是应该就没有一个很大型的直接行动的 垂飞的政党发展很难过 当然这个可能是存在 但是当众党也是在看全球的话 我们整个运动 或者是整个人间异样 也是要再想 我们去怎么样去慢慢的应 一些真的改变,真的运动去发展 我们要等待一个真的时机 在或者是新的议题 去慢慢令香港人真的是想 把人家去制服 因为 对啊 因为占领运动这个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的 意义制服 好 那我们的表解到其实在做运动的时候 冲撞其实是很容易的 可是当最后你要为这个议题 为这个运动负责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对那 好,接下来那就是我们的提问时间 那请那个 谁 你运动负责 我 我 那 有没有要先提问 没有 最后面 你前面我 你前面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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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这边先问完 然后 再 老師 然后 这四个问题我们先 然后一起 一起回答好不好 前面两个 先专 那 你好 我是 其实三 八到 今天 那就是 有一年 一年过 有 一年过 那 其实 有一批人可以追溯 行政院追溯 就是我今天就是去开庭 然后追溯 行政院追溯 那 其实 其实 其实很多人都 把这个运动当作 我 我怕是一个风筝 可是还是有人会 持续为他做一些 代价 那就是 可是 我不知道这是政府最杀了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香港是 没有 好像没有起初认为 有 最近才会起初认为 对 那 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运动 是从五到五 那 我们有了这个运动 之后 那怎么延续 我想 问一下就是像我朋友 怎么 怎么延续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运动 继续延续到 之后的社会的发展 在动社会运动 那 这张开启了什么样子 你们觉得开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那 那 这是我问题 谢谢 等一下 就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大家提问的时候 麻烦 大家可以用三四秒内 濃缩一下你的问题 各位好 我想 请教香港的朋友 你们这一次 站中 就是说 整个学人思潮 在 广大的 那个群体 香港人民不看好之下 你们这个团体 怎么 做这个决策 就是说要去冲 就是说 房志宏 他是怎么领导 你们这几个学生 就是说 这个决策是怎么来形成 然后 第二个就是说 后续的 你们是不是有提出一个思想 那 透过怎样的途径 比如说 新媒体的发展 来 进行带领 香港人民的 新的抗争模式 来行锁这个力量 谢谢 谢谢 那 后面 等一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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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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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是怎樣去設定 什麼樣去透過一些什麼樣的行動的方式 去打造所有的目標 那在這個過程中又怎麼去維護說 我們作為學生命中的理智主席 但是公司又要去動員大學的社會的力量 包括學生內容或政治的命令 還有社會大法 謝謝王老師 那下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我覺得有點想像的理智跟剛剛想 就是說在整個學生命中在面對文教的時候 那他剛剛講比較像是你們怎麼去決策 那我比較想瞭解的是 你們在面對香港的就是冠冕的時候 他們在這次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做什麼樣的方式在跟你們交手 那這個交手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就是我們在演藝上面看到的部分 然後你們怎麼去做一個回應 我覺得這是可以參考的非常之理 那第二點是說 嗯 我想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前幾天有遇到一個香港來的 那個學年的 然後他直接跟我講說 就是我現在好像 泛民 泛民的跟 學生 以及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選 明年可能選舉的氛圍當中 可能跟 就大家所期待的 那個翻轉不太一樣 這個是不是事實 然後你們要怎麼看待這個政態吧 怎麼看待泛民 都是更正的社會的氛圍 這樣子 謝謝 我先 等一下問問題的時候 就麻煩先自我介紹一下 對不對 雖然一台跟大家認識 那 然後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有針對誰 你想問的話 你也可以提出來 所以你要請誰回答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但是還有幾位朋友都說 怎樣 誰去這個運動 就是我們說這個 雨傘運動是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 就是在剛剛那個7月的時候 就是那個增改法案 就給這些民主派的議員去拉打 因為這個是一個不民主 一個假民主的方案 就是我們看見這個物標的時候 如果要跟下一次的增改 增改的時候 可能是兩年或者是三年之後的事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或者是香港的市民應該要做什麼 剛才我們都說到 香港有一個非常重要 還有出名的網絡的討論區 就是叫高登 他們有一些網文就說 因為明年是一個區域議會的選舉 然後因為傳統 民主派他們 就是我們年輕一輩都覺得 他們的民主回歸是失敗的 他們在區議會的力量 其實是沒有的 或者是他們當了去議員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情 跟那些青北青派的議員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可能去到大陸 有一些三入兩天的旅行團 還有就是新年的時候 拍一些年糕 然後中秋節的時候拍一些月面 就是沒有 就是跟青北青的那些文是沒有分別的 那那麼高登的一些我們 我們叫他們做巴達或者是西達的時候 他們要從 決定要選那個區議會 他們選的時候 不是是剛剛要提出那些 青北青的人 還有 加入一些新的人數 再進去 因為你選到進去的時候 不能夠再是 什麼時候拍什麼東西 因為你這樣是不能夠 教育 那些香港人 什麼是叫做民主 他們的選區是怎麼樣的 揮霍 所以啊 有一個新的意念就是 就是說 其實去議員 應該是集結 向他們的人去負責 應該是有一個叫做 預算是參與 就是啊 會定期舉辦一些 或是定期就是 要經常舉辦一些軍人大會 然後他們可以在一些啊 社區的事務上 有一個集結的參與 給他們知道 其實這是有一個提案 可以改變這個是啊 社會 改變這個他們自己住的地方 而不是我投票之後 然後你們有你們的稿 我們有我們的稿 不是這樣 我們應該 或者是 一些新的力量 就是說 我們應該從一個社區 社區 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開始 叫什麼是民主 然後再由 下到上 這樣發展 可以啊 就是反國教人 就是反國教人 又要什麼目標 就要起 前一 這個是 更簡單 就是 因為 如果是一個 审律動的話 你的 基礎 認知的基礎 要生活 你 認知裡面 當然有一個 很齁的 一個理據 比如說 你要研究 就是 但是我们没有研究国家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占很多国家的职任来看 要翻养败专业的文件 一份网而已 就是要看当中有什么问题 当中有什么问题之后 我们建议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国家 社会国家坑 就是当时我们说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富裕 只有一个流行 所以当时如果你是提一些很大的疫情 不如说你主化监督着整个 乌克戈或者是国家的学生 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普通人 不如说普通经济讲 加上讲你中原的人 社会国家的人疑恋很多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容易明白 但是你民主派应该是下一步 给了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当然当时候我们很清楚有些事情 譬如说我们社会 国家课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这是当时的犯态 所以我们最后也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用出去 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继续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继续 就是我们从五月到九月也是 他也是很红号的 当然官员里面 当然有一些高手的 比如说在郑敬泉时期的 时期的一个 是一个教育局长 因为他大了三十多四十年 公务员了 所以他很清楚 就是他不出来是最好的 所以他当时差不多没有解读 而且他最近经济脱颜 整个集团 拖到两近的时候才 所以 才真的发生一大事了 所以当时政权的官员 比较聪明一点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插这个阵啊 因为他后来就把我们也说 这是一个北京要求 不是 香港政府的自己 想推动这个阵子 当时候因为 我们的 他刚刚上任的局长 也只是一个 人力智人顾问 当教育局局长 他对一个教育的事 其实不太熟 所以 我们当时向他下手也比较容易 所以 我们就把握他这个热点 所以我们就 每些也听住他 每些也听住他 因为他肯定有错 他肯定在 在结束学生的时候有犯错吗 有犯错的时候 我们就抓紧机会 就是把他犯错的一面 不断放大 所以这个也是动员这个机会 因为你用了主流围棋 要对你有行动 你见到官员 主流围棋也要报道了 所以当时我们的报道的 次数是越来越高 而且 舆论也是在说 为什么 比如讲 李天也在见到学生 但是没有跟他们见面 所以后来我们 就觉得就是 如果有一个公开见面的话 我们不会进入他的圈套 因为如果我们跟他们闭门见面的话 那肯定出事了 因为其他人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冲截 会是脆弱 我们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 当然当时后 当时的局长也给我们寻找要见面 当时我们到了我们门口 里面就是局长 当时局长带了几个老师说 他当时我们国庆 我听外面的官员说 现在局长邀请你们进去 局长找了几个老师跟你们说 就是国庆各式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说 公开吧 不让记者进去吧 当时记者当然是很想进去 因为他们也比较好心 所以你们用他们的心态也是 帮了我们很多 当时他们官员当然不想了 所以我们就在门口也不进去 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他的策略 也是我们因为就是我们 国庆的重权生了 我们其实没有失败一点 当然我们不想见到失败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跟官员谈话会面 就会让我们的影响 其实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们不会 不拥有这个风险 去跟他们 跟他弟们见面 后来呢 我们在动员发现 我们用了很多主流媒体 比如说 加拿主流人生 本身也是很多人 在报纸上写文章 另外就是我们利用一些活动 跟官员是示威 跟他们是见面 大陆记者指顺他们 就是说我们在后来立场被选举了 有些支持国家的议员 我们要他见面 我们给他物件 我们每个参国 当时我们很有心思的同学 因为当时同学 送了很多礼物给官员 跟议员 比如说 我们送了 让加拿武汉的多拉一碟 多拉一碟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承识豆沙包 我们就是 送了他承识豆沙包 希望他承识 会承识一点 后来我们送他鸡肉面包 然后鸡肉面包下面就是鸡肉面包 给他吃 但是他不是 因为鸡肉面包就是说 鸡肉面包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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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送这个 人人水 政治鸢肉的水给他 就是说 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觉得他没有政治鸡肉 见我们嘛 所以我们给他鸡肉的水 希望他可以有鸡肉 有鸡肉见我们 有祈祷见我们 所以我们 我们跨一点心思就是 像一个中学生一样 就是我们中学生就是 我们看鸡肉 我们只是把 只是把这个鸡肉 让其他人觉得我们是很有创意 我们不是 只是冲 只是跟他 骂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跟公众说 我们是一般有心的同学生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希望国教科去撤回 所以这是我们所罚 我们也是在动 这个目的去动员 一个人的增加过程 其他人也慢慢的 开始对我们早就认识了 跟我们观念转变了 所以慢慢其他人也开始折瘦了 所以才有后来的一些 时尚派人去包围震忠 慢慢的去游行 这是慢慢的一步一步 我们当然 全然这是新媒体了 我们也是用了 比如说游行等等 比如说在地铁站本口 我们也是用了一切传统的办法 去招传我们的地铁 谢谢 我问一些关于 为什么要从 从身边的社区 开始要在于一些 群众 那个民主的重要事 就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 在占领期间 就是大家都看到 其实会经常有 非常 洁净的一些画面 就是会跟警察 有一些身体的碰撞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在你去 有一些屋子站 也会 拍发一些口罩 口罩 或者一些保护精 一些头盔 给一些前线的人 去给他们保护自己 但是 我看见有一些人 就是拿了这些 就是 把这个头盔 戴着头上 戴着口罩的时候 然后就是 拿手机 然后直拍 然后打卡 去Instagram 去Facebook 其实我 我看到这样的 画面的时候 是有一点 憤怒的 因为你出来 就是抗争 这里的地方 不是给你去打卡 我们明白 不是每一个人 都需要站到前线 因为 在一个运动里面 你不能 是全部人 都是在前线 或者是全部人 都是前线的话 你受伤的话 谁来输你 谁来给你 骑够 所以 每一个运动 他们有 自己的脚趾 但是 我们看 在雨上运动 看到 有一部分人 其实是因为 一个桥流 哦 换世代呢 装了一个护华配 装了一个头像 我又装了二次桥流 但是他们 会认为这个抗争 是一个连加的抗争 不需要护想一些什么 中的代价 但是这样下去 抗争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 鼓励的 因为 当我们面对一个 一个 护工的政府 一个 非有公益的政府 他的手段 只会 越来越 强烈 他 警察的 巴力会 越来越激烈 所以 当 抗争的成本 提高的时候 就是 打开的群众 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 他们要付出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 这个 这个桥流 那么 呃 沉重的时候 我就不分这个桥流了 或者甚至 呃 运动不分这个桥流 所以我们必须要 根本的 跟他们说 民主的重要性 以自己是可以 去改变自己的 呃 就是这样的 好呃 其实我们几个 几个方面 都很想回应 包括刚才说 那种 那种广长某集 就是 呃 你在一个 运动当中 肯定会被更激烈的 会拉着走 就是 这种典型的广长某集 就是 你不能在 八九六四 或者其实在雨傘 我不知道 呃 就 比如说是 太阳官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 肯定会 被 呃 呃 很常见的 呃 例如说是六四 他在 几个星期 就换 三四批 领导生 然后 每领导生的推翻 之前的决定 然后 让整个 呃 运动走向 不停的激进化 呃 呃 我 我在雨傘之后 也有很深刻的去反省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 呃 呃 呃 在这种广长某集囊中 其实 虽然其实是 虽然是 虽然是 被攻击的挺厉害的一个单位 呃 呃 然后 我觉得 要 很完善 其实 有 直接方向 第一就是 要 大家很有 威棒的一个 领导 就是 好像是 就是 波兰共约纳华拉沙 或是 甘地 或是 呃 假如 这没有人压场的话 第一个 唯有的是 不停的更生自己 或决策的一个情绪 还有一个 授权的情绪 然后 其实 这个我们在 雨场当中也有尝试过 但 蓝和其真的 没有什么经验 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 stakeholders 都给忽略掉 例如说 或是 在占领区 有很多话语群的一些 一些 或是 在占领区 填满足一些 呃 在占领区 打了 黑社会 打了几十天的人 那他们一些 我们没有 采纳到 或是 或是 没有 没有把他们 会不会 我们 可以参考意见的一些人 对我们 未来说 角色有一些满地存在 还有一些 很多 可以被攻击的地方 所以 我想假如在游场 要 归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大家 要时刻 就留意 假如一个 运动拉墙 有什么 重要stakeholders 会出现 然后 尽可能建议一个 比较公正 或是 比较有透明度的 也很惨 那他们意见 或是 做决策的 一个方式 然后 就 但之后 就不会被拉 骂得那么长 呃 第二个想说 是 呃 就 秋 秋 秋 算账的问题 那 其实是有 有很多 不太聪明的 看着者 会被判 例如是 十个月的 徒刑 或是 被判一些很荒谬的罪名 就是说 用胸去骑警 因为 旅事会者 给那些警察 拉到地上 地上 他的官盘 他用胸去骑警 这些很 荒谬的事情是存在的 然后 这些也是对 香港一些 以往的抗争者 也有压迫吧 然后 一些你说 学生组织者 或是 收获学生 领袖 也在面临这样的状况 也会有之前 很久之前 一些东西也拿来 去起诉 也就是 我刚才被起诉 一个一年前的状行 然后明明就 整个事 过了一年都没有被起诉 然后一年之后 忽然就被拘故 然后被起诉 这很明显的事 这是压力 然后一些 就 过往再一点 包括 有上那些 案件 未来也一定会 慢慢算账 所以 对 就 就 可能是 大规模的 新算还要大 然后 你说预想 以后对香港 社会有什么大转变 我想最重要的是 他 开始让香港人 去首座这个城市 去 确定自己的主体性 去了解自己 对这个城市 有什么观念 因为 其实你说香港人 我这些 就 六七十年代的人说 他 他 如果有 如果你在哪里来了 如果你是英国人 你就说 我是英国人 如果你是 例如说是 黄皮夫 雷 他会问你是 哪里哪里 你会说是 黄东 你会说是 东方 然后这种一种人 是 会说是香港人 或是 混血儿 或是 在香港出生 但又不太知道 这里的乡下在哪里了 所以那种 在那个时代话语 香港是被遗忘的人 是杂种 是一种 是一种没有人压的服务 然后 到现在 其实大家 因为 就很多第二代以上 大家在香港长大 然后就没有那种 也没有那种 很大中国主义的那种出国 所以 其实大家要开始 慢慢手脱自己 在这个城市 或是对自己的城市 的关系 还有建立自己 主体型 然后我想这个 台湾以前 肯定 就过去一直 也在 也经过很长时间 这样的过程 然后其实这也 所以说到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思潮 就是港部 或是 不要对抗性 对中共 一种对抗性的姿态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在慢慢在 建立香港个性 和香港主体型的过程 然后我们慢慢 抬去过去那种 殖民政府 给我们落银的一种个性 还有 那后殖民时代 中共 在那天朝主义 安放 给香港那种 很 很职业性 或者是很职务性的功能 我们一开始所说 这个香港 完整的面 后我们 各位这个地方做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云亚州最大的 一个 连结 然后 最后泛民 香港泛民是 非常有趣的 因为 我也 不怕直接说 香港泛民 为什么 现在没有什么人去 买他们帐 或者是觉得他们 不是一个很适合 去加入的 团体 比如说 刚才网友说 那以前的时候 或是还有 加入学员的时候 我被介入政党 为什么政党的声明 会这样呢 第一 就是因为 现在的香港政党 是没有领导的能力 它不能创造一个思潮 让大家去跟从 这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 拼了政治失败 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论述 去把它 把大家 推动起来 然后 大家自动 不畏成重要 例如说是在 上世纪 八十年代 那时候 民主回归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思潮 当我们就后设的 去看它是失败的时候 但是 但是 他在 他提出的那时代 的确 推动了很多人 去 建设他们 理想中的社会 然后很多人去投入在 这个政治思潮里面 然后 今天 香港上也做不到这个事情 然后 你可以看一下 他基本上在 雨场是 是雨的 然后在 雨场后 整个政治社会 要不是有一些 建制派 他或是保安党 或是共党的棋子 他们 做很多 当然 以下的大方 就是 很荒谬的 一些错误 他们也是失败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 为什么大家 不太心安泛民 就是 他们没有 纳民党人 这机器好像已经坏掉了 所以 有很多人 想要更生 例如说很多 新政党 他们 很明确的说 他跟泛民 不是同一度 或者是 跟泛民有之 完全不同意识一态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第二 就是 香港也是 要缺乏 以行动为主的一些 比如说 以前的民进党 他们 其实 土党 或者是想 进入 就是想 挖掉 建制资源 然后投放在 他 在野的一些行动 或者是 外面的一些行动上 但其实 香港没有什么 类型的政党 但是 也是很多 很多人在明眼 政党作用 或是政党 政治的那种 但其实我们很客观的说 像 香港政党政治 其实 除了拖延 除了一些 关键的否决权 基本上 其他的东西 也都是可以 突然 然后 如果再没有 开到行动性的政党 是主动的 把建制资源 挖出来 然后支持明明抗争 的话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 不停的 好像 我们 授权了一些人 去带给我们 但其实是 他什么事情 做不了的 就是无虚化的当中 然后就不停的 空转大家的期望 大家的听力 对 在香港未来 要有一个 能够领导 或是 能够提出一个 现实的 一个政治方向 或真实 能够 鼓动群众 走向一个 方向 还有 比较 以行动 行动为主 去建立一个 话语权的政党 是很重要 然后 我很希望未来 看见 谢谢 那其实 时间差不多 今天 就到这里 那 在结束之前 我们 有几件事 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是 就是 有一位就是 今天出城 就是这三位 刚才来到这边 一个很重要的 部分就是 那个 林宝华老师 跟林宝华老师太太 两个一起 林宝华嫂 站起来 鼓动群 然后 就是 民主党很重要的 人格 对 那 再来就是 我们还要再 宣传一次 就是 在明天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是 我们 要去教育部 然后去 课纲 那我们就 就请出镇 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 刚刚的开演出镇 来到这边 来跟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 明天都不知道 我们都一起 就这样 OK 好 那 各位 首先我们在训练政活动之前 我想先 就是 讲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有点疑惑 就是 有人可能看到我们演出专业 他号召大家深入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 所谓是符合 有人认为 他是威权体制 统治下来的象征 为什么我们也要穿成大衣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完全相反 没错 不过 威权体的象征 是谁感觉出来的 或是部分的人 那 那 如果当间我觉得制服单纯 只代表我是一个学生的样子的话 那 有何不可 这是第一个大家 是大家认同的问题 那 我觉得刚刚很多人有问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解一下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学校其实特别不希望我们穿制服上街 所以我们就故意穿制服上街 那 刚刚这个题目 对 但是 后来我们其实班有这个意义 我由本我个人没有想要 特别去呼喻 但是 后来 但是我们觉得 只要各位在想过之后 想制服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只要在思考过这一层之后 算制服上街 他就不一定要是 威权体之下 想象征威权 钳制住你们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呈现这一点 这也是或许 就是或许可以记得到大家的营默 然后 同样我们明天在7月22号 下午3点会 开始找回记者会 3点半活动这次开始 当然各位3点就可以来 有点热 然后 会在教育部门口 然后我们欢迎各位带着 旧的教科书 然后 旧教科书 课本 考卷都好 然后 还有黑色的雨扇 然后我们也有设有粉笔 给大家各个地方涂鸦写字 然后我们也有设有很大的摆布 也可以留言在这个教育部的围墙上面 然后 我们会 我们会开始进行 就是 长期的包围活动 那 实际上的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 就是实际上的 继续行程 因为 我们不知道会排多久 所以也会 或许要行程的话 可能也会 只会在前一天 再公布给各位 那我们就会 从明天正式开始 我们7月21号的包围活动 那下午3点再叫 哎 7月22号的包围活动 然后 下午3点再教育部 请各位 踊跃前来 帮我们包围这个 威权的掌声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各位好 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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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今天 有缘大家 在这个节点 那 今天大家 能够在这个聚会呢 源自于去年 十一号凌晨 我的 这个 店头 一个梦下 我们深层给 总统说 有梦最美 我跟我先生 虽然放弃美国 回到台湾做 台湾人 但是我们始终 因为毕竟 我们在香港 五个二十一年 我们始终保持了 香港公民的身份 所以 在9月28号 看到 对学生 放了八十七年 的碎蛋 说了我堂之风 我们非常的状况 第二天 我们就感到深渴 投入了 运散运动 在10月1号 凌晨 10月1号 之前的那一晚 跟我们 非常思念 担心的 刚放出来 寶贝马 凌智峰 一起 然后 他们特别的理议 我们 让我们晚上 大家都睡在整条 金钟的街道上 然后 黄晨峰的演讲台的 木板像的 大肥皂箱 让给我们 两个人 睡在那个 木板像上 我离开香港 就是我先生 我们在 九七前离开 到了美国 十年 我来到二十年 离开二十年之后 重回香港的时候 睡在一个 肥皂箱上 看到四周围 都是这么可爱 年轻的学生 大家想想看 三年前 我认识的 肉贤 肉贤 不是这样的 今天他畅上乔丑 就脱不一起 我要这样讲 真的 三年前他多漂亮 多清纯 所以 都脱起来 我要讲的是 我要讲的是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 今天他们 不要以为他们 今天笑咪咪的 在告诉你们 他这三年做了什么事 好像很心中愉快 我告诉你 一点都不简单 他们在香港的抗争 绝对比台湾 对不起 不要叫我说 绝对比你们在台湾 包括太阳花也好 包括你也好 包括你也好 他们压力 大得多 困难得多 真的 而且 我亲身看到的 雨伞运动的香港 真的是一个群民的运动 那我不是要和这人讲一句 我们太阳花 插槽 你想想看 旺角 旺角 关展 铜锣湾 金钟 满坑满谷 所有几个大区 所有几个大处的街道 全部都购买了 堂满了 市民的学生 真的是一场 全民运动 所以那个晚上 10月1号的旅程 我睡在那个肥皂上 想说 我怎么这么伦络啊 我怎么从回香港 睡在什么屋板上面 到有八十十四 你在想说 啊 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念头 当年我先生在媒体界 我在政界 因为我是 香港民主党的一个 很大的运行部的司理系 我是住民先生的社区人务主任 我们叫他香港人务主先生 可是 就算当年 或者我们后来放弃 离开了香港 从来没有人敢说 香港要自治 要独立 就是不敢说的 我们两个只好自己 保独立 离开香港 然后呢 香港的 我们大部分 绝大部分 认识的 媒体界 政界 学界的朋友 对香港的认识 都是受到一些 联合报的 什么中国时报 这些统派媒体的 误导 对台湾是非常不良解的 讲到台语都是咬牙切齿 我们一些朋友 得罪了多少的朋友 我们两个 跟多少以前的老朋友翻脸了 人家骂他骂我的 然后我那天晚上真的想说 最后我们再用我们最热烈掌声 我们 谢谢今天 就是 关注 谢谢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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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 你在这边 台湾的地方 还有 你们的最爱 说话 还有 谢谢宋贤的咖啡玩 就是一句话 说话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